第一时间选择报案 请检察官来商院 就是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 保龄查试食物中毒案 酿成两此悲剧 但传出消息指称 其中女性死者一双 质疑事发当时三重医院 台北马街有医疗程序疏 疑似演你要向院方提告 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导致了家属准备用提告的手段 来厘清这个事件的真相 我们也非常的感到非常的遗憾 马街因为这些病人 他在进到马街医院之前 就已经心跳呼吸停止 竭尽所能的把他救治 让他恢复心跳呼吸送到家屋病房 由于病情相当的严重 马街的救治是非常的努力 所以应该不至于有所谓的医疗的疏忽 包括医事工会 以及北市卫生局的力挺医疗团队 家属也在29号发声明驳斥 绝无此事 声明中写到 家属要对医院就责等报道与事实不符 家属特此声明 并未对医疗团队提出诉讼 也并未对媒体发言控诉 将对医疗机构就责 家属只有在报案和向检察官陈述时 描述完整就医以及医疗过程 并非要向医院就责之意 也感谢院方给予的协助 台北市政府跟卫生局 我们都表达非常感同身受 那我们会竭尽所能的提供所有的资源 保龄查试实案以外夺确两条宝贵性命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对于家属而言只怕能尽快厘清真相